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3号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习近平抵达时 孔特在停车处迎接 军乐团奏中意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中意两国国歌 两国领导人一同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指出 中意关系直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中 拥有深厚民意基础 近年来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为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 中意互为重要战略伙伴 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意关系 以今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和明年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 共同推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 使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意双方发展目标契合 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光明 中方愿同一方一道全面扩大和深化双边关系 双方要加强顶层设计 夯实政治基础 加强高层交往 密切各部门各层级对话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 中国和意大利分出古丝绸之路两端 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 我们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 遵循的是开放透明原则 实现的是合作共赢 中意要以签署政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投资意大利计划对接 推进各领域互理合作 要密切利益融合 推动合作优化升级 在空间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环境 能源等优先领域取得更多早期收获 要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 共同推进能源 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第三方市场合作 要以2020年两国互办文化旅游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 加强博物馆 地方 民间 体育等交流合作 要携手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继续就联合国事务 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气候变化 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 加强沟通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 中国坚持扩大开放 欢迎包括意大利在内各国企业 富华投资新业 我们也鼓励中国企业 特别是高技术企业 在意大利投资发展 是一方为开展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伙伴 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 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规则 在遵守当地法律基础上 在海外开展合作 希望意大利政府 继续为中国投资者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习近平强调 中国和欧盟同为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 双方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双方应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与欧盟发展战略对接 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加强沟通和协调 希望义方继续为深化中欧各领域对话 合作和推动中欧关系 独立自主稳健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孔特表示 习近平主席这次对意大利的访问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必将引领义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义中两国有着上千年交往时 两个古老文明相互交织 经贸文化交流远远流长 为双方友好合作长远发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 义方高度重视义中关系 在即将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 愿同中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拓展经贸 投资 能源 农业 文化 旅游 航空等合作 意大利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 有着特殊地理优势 我们很高兴抓住历史机遇 参加共建一带一路 坚信这将有助于充分挖掘 一中合作潜力 我期待着出席第二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义方欢迎中国企业来意投资 实现互利共赢 意大利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愿密切同中方沟通协调 促进欧中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建政签署和交换 忠意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量子备忘录 关于中国流失文物法 还等双边合作关键 两国领导人还一起参观了意大利查获并返还中方的流失中国文物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向你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 李宗盂 格闹 内 baix 仍然告